感谢农民的辛劳台东地区农会30号举办了农民节的庆祝活动 有151位的母饭农民接受表扬 其中农友益川崎、谢景洪分别获得世家 凤梨世家优质果园的品鉴冠军 农会的总干事表示说 东区种植面积不仅是权限最多的品质也最好 未来会持续拓展外销通路 台东地区农会30号上午在地区农会前广场举办农民节庆祝活动 现场供表扬151位模范农民 台东地区农会今年表现十分亮眼 其中农友益川崎、谢景洪更分别获得世家凤梨世家优质果园评件冠军 而各单位也准备脚踏车、电视、梁之蜜等奖品供会员摸彩 让顺利中奖的农民笑开怀 这次的农民节我们扩大办理也很高兴就是在这次农民节里面 我们的这个世家的这个果农拿到这个大木世家 还有凤梨世家的这个双料冠军 在这次的这个优质果园评件里面 投影而出拿到双料冠军 这是我们感觉到非常荣幸 另外总干事也表示 东区牛世家品质非常好 除了持续拓展外销管道 也调整世家收入保险相关规定 更能保障阴天灾等造成损失的农民权益 世家产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 在我们辖区内占了我们整个台东县的世家面积 有大概七成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那整个运销量主要也是由我们这边来担任 这个整个配销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在今年的一个世家保险部分 也有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那就是说我们在区域的一个划分里面 北南乡跟台东市以这个太平西作为一个界线 太平西以南跟以北分作两个区域 那在大墓世家的一个计价部分 计价是采取这个北农的这个一室 一室的这个平均价格 那凤里世家的部分会采取台东地区农会的 这样的一个平均价格 就是我们收购的平均价格作为一个计价技术 那这样的一个情景对我们世家的果农 的未来的一个保障 会有更好的一个保障 希望藉由表扬及抽奖活动 可以奖励这些辛苦的农民 在未来一年里可以更加精进各项技术 让台东优良的农特产品 可以被更多人看见 记者陈基林台东市报道